另外来看到的是第42届的世界清晨杯羽球锦标赛 明天就要开打了 今年总共有将近3500位国内外的选手要来报名参加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 也因为参赛人数这么的多 所以比赛将在台北及林口两地要同时来举行 对那另外一位清晨杯的创办人 也就是羽球之父吴文达现在正在并魔来搏斗 所以今天也有许多体谈人士是在记者会上为他祈福 人称羽球之父的吴文达 同时也是清晨杯羽球锦标赛的创办人 每年比赛总会到场的他 今年很遗憾的缺席了 因为他在去年动了手术 至今仍在和病抹搏斗 我们听到吴文达的消息 都是满山顶的 在这边也要祝福他的胜利健康 也要为他祷告 希望他能够好起来 谈到吴文达特地从新加坡前来参赛的选手 也不禁赶上哽咽 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吴文达的儿子吴俊燕 今年更加努力于赛事的推广 让本届清晨杯的参赛人数创下新高 第42届世界清晨杯羽球赛报名人数多达3400多人 必须要在三天举办清晨杯 所以场地不够 所以这次我们不得不把25岁跟30岁的比赛 移到林口圣光羽球馆去举办 清晨杯羽球赛今年迈入第42届 连体育署长何卓菲都会率队参加 这项赛事将从周五开始展开围棋三天的赛程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进场一同感受 以球会有的乐趣 有点TV徐森 程黄金函 台北报道